一看到可疑山伴船 海巡艦艇隨機靠近 接著跳船進行登檢 船導大一點錯愕 只能乖乖照著海巡人員指示 打開放在船中央 四箱用黑色塑膠袋包裹的保麗容箱 發現裡頭全是一個個的小塑膠袋 裝著全台目前最搶手的鰻魚鳥 經過清點這批鰻魚苗 被分裝成36小包 總計數量約36000尾 市價超過300多萬 根據陸籍船長工程 它是以300元人民幣的代價 受控開船來到金門 替一艘白色快艇 接運鰻魚苗回大陸 据了解這批鰻魚苗 是由台灣以空運的方式 運到金門來 鰻魚翻面後 在爐子上燒烤的滋滋作響 接著再刷上獨特醬汁 香噴噴的鰻魚 綿密細緻是不少掏客最愛 但近期鰻魚苗稀少價高 就出現漁船違法大賺鰻苗財 目前全台的鰻魚苗 寄貨可居 每條新台幣約100元左右 而對岸折合新台幣130元價格收購 也難怪有人挺而走險 把鰻魚苗先空運到金門 再走私轉往大陸販售 謀取暴利 這李俊隆延靖 新年報道